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阿卜族的频道 大家也知道我是从去年2月份风策就开始玩 玩到10月份的TU6才退坑的 那么呢,今年的TU8纽约军阀才回坑 回坑之前呢,我对这个纽约军阀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 就目前来说,感觉还是可以的 但是呢,我们之前呢,先不谈这个内容 我们谈的是这个游戏体验 真的是官方劝退级别的 3月2号我回坑的第一天呢,注意到的第一个现象 就是Uplay它居然也有占用率的 而且呢,这个占用率还挺高的 我就玩一个游戏而已 为什么你Uplay要占用那么多的资源 你占用的那些资源原本可以空闲出来 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轻松 而且呢,还可以让整个游戏啊 录制啊,变得更加流畅 而且最神奇的是什么 你把Uplay的好友列表给关掉之后呢 Uplay的占用率就直接下降了 哎呀,我很好奇 你一个好友列表为什么需要占用那么多的资源 连QQ的占用率都还没你高呢 这是我昨天意外发现的 把好友列表给关掉之后呢 给降低Uplay的占用资源 然后呢,在TU8线的第二周 我忘了是3月10号还是3月12号的时候 游戏维护了之后发送了一个更新补订 而且更新了之后更离谱 这个全境放手2的占用率呢 直接飙升 而且呢,CPU很容易的达到100%的占用率 这是以前根本都不会出现的事情 我去年玩全境2哪会出现这种事情 搞得我都不能流畅的录制视频 流畅的玩游戏了 很多人都和我一样 CPU占用率直接100% 而且呢,还有多玩家直接闪退了 直接卡死掉 好在我是9700KF处理器 所以说我那时候还没有遇到闪退的问题 我本以为我会侥幸的逃过这个闪退的问题 然后呢,在昨天我就受到了制裁 前天周围例行维护了之后呢 预备推送了一个2GB的更新补订 更新了之后 我昨天才开始玩的 然后呢,就开始受到了制裁 疯狂的闪退卡死 哇,真的是 我服了 你们也知道我一直用的是4K分辨率来玩游戏的 当然呢,全境放手2 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都不能稳定4K60帧 但是至少我去年的话可以稳定30帧的录制 而且呢,去年的时候全境2和Uplay的占用率都没有那么离谱 而且呢,最神奇的是什么 去年的话,全屏比无边宽比窗口化还流畅 而且呢,中画质比低画质还流畅 而今年呢,却是反过来的 窗口化居然比全屏还流畅 而且呢,占用率更高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时隔1年全境2就变得负优化起来了呢 虽然说我这里可以调成1080p的分辨率 占用率可以稍微低那么一些 但是呢,整体来说 哇,这个占用率还是异常还是非常的高 现在让大家最烦恼的是什么 这个TU8呢,它没有上过测试服 就直接推送了正式版 而正式版推送了之后 每次更新都会推出很多新的bug 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现在让大家最难受的是什么 Uplay和全境2的CPU占用率异常过高 然后游戏卡式撒退 有的人给自己扎个奶针就卡式撒退了 有的人呢,玩个传奇本 玩个英雄本,闪退 这是不是令人很恼火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很奇怪的bug 就比如说3月2号刚开服的时候 无法和纽约安全屋的人对话 导致你无法进行下一个任务 再比如说空气墙 直到完全打不出去 而且还会反弹 从人来说呢 我希望像去年一样能把测试服给开起来 也就是收集玩家的反馈 不断优化这个游戏 让这个游戏越做越好 我从去年封车到现在 第一次被这个游戏期到无语 第一次发这种视频来吐槽 你预必优化能不能上点心 从去年到现在的一年了 一点都没涨进 玩玩其他游戏都能稳定4K60帧 就比如说战刃机器5极高画质 就比如说神明召唤16 那么呢 你为什么全剑锁锁二做不到 我希望它能赶紧出伯定优化 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呢 前天周二例行维护 大家都以为啊 预必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然后那次维护呢 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而且让这个问题呢 变得更加严重了 哇,真的是服了 好的,那么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于预必的更多bug 或者说更多吐槽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好的,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